白色長衣外觀看起來像是糯米腸 但裡面包住冬粉白飯豬肉蒜頭鹽巴 烤熟後切片 搭配辣椒 薑絲 吃下肚 酸辣 滋味 這就是泰式香腸 象徵長長久久 好兆頭 年關將近 進口量大增 卻暗藏危機 本文會主委陳吉仲臉書貼出公告 春節期間不要違規寄送豬肉製品回國 就在22號交位所在台南郵局 查過一個來自泰國的包裹中 夾帶的豬肉香腸 驗出非洲豬瘟病毒核酸 而且與大陸病毒株相似度高達100% 創台灣首例 也讓春節採滿年貨拉緊爆 尤其是香腸火腿 這一些的非洲豬瘟的陽性病毒 是100%會直接傳染到我們的虛目場 非洲豬瘟在亞洲 已經攻陷大陸 蒙古 越南 北韓等共14國 但尚未包含泰國 而驗出含有非洲豬瘟的泰國香腸 從台北入關闖關成功 直到台南郵局駐點海關 再用X光機掃描 發現可疑豬肉製品 送檢呈現陽性整體事件才曝光 但是我們在2019年 就確認它是一個高風險地區 由於泰國鄰近四國 全部都是非洲豬瘟疫區 早被列為高風險國家 但這回泰國香腸台北入關 遇到台南才被驗出 恐怕還有其他的泰國香腸 已經流入市面 正在擴大清查中 記者來觀賞網書宏台南報導